那我们进入到第二个关键词 叫做符号 就是你两个人出现了 两个人想传播 一定得有一个符号的传递 那说起符号来讲 那什么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的交流当中 会使用哪些符号 其实一般来讲 有两种符号 有两种符号 是我们最经常使用的 一种叫做语言符号 一种叫做非语言符号 语言符号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我们说的话 所以我现在跟大家来唠嗑 来去讲什么是传播学 那这就是一个语言符号 那什么是非语言符号呢 非语言符号可能包括 说话之外的 比如说我可能会有表情 我可能会有手势 我可能会皱一下眉 我可能会离屏幕近一点 或者离屏幕远一点 我的坐姿可能是翘着二郎腿 也可能是正经微坐 这些东西叫做非语言符号 我想跟大家说 语言符号可以传达意思 可以传达意义 那非语言符号呢 其实同样可以传达意义 有一个研究发现 一个非常反常识的研究发现 我们绝大多数的信息的传递 是通过非语言符号 而不是语言符号 非语言符号 不仅能够辅助语言符号表达意思 它同时本身就是意思 就是意思 比如说举个例子 如果只有语言符号的话 老师说说你可真棒 老师对一个学生说你可真棒 那你说老师在夸我 但如果配上他的表情 亲密的表情 你会发现他其实在讽刺你 就是你可真棒啊 是吧 就是你会发现语言符号 不一定能够传达所有的意义 非语言符号是非常重要的 非常重要的 这件事情 我们同样可以继续进行批判性反思 你说老师 非语言符号这么这么重要 但是 问题来了 问题来了 我们在互联网中进行交往的时候 那非语言符号在哪里啊 或者说的更具体一点 我跟你发微信的时候 你看得见我这张脸吗 你可能看不见 于是我们出现的一个问题就在于互联网的这样的一个 互联网的这样一个传播当中 我们的非语言符号其实是被隐退的 我们的语言符号 或者语言符号来变换成的文本的这些符号 其实是被强化的 那这样的一个问题就出现了 就可以引导到我们生活中很多常见的一些讨论 比如说网络中的诈骗 因为没有了非语言符号 只有语言符号 人们对自己传递信息的可控性就提高了 因为语言符号是好控制的 我跟你说什么话 我是好控制的 我的非语言符号 比如说我的微表情 可能是不好控制的 举个例子 你跟你朋友一块出去吃饭 到买单的时候 是不是总有张银群人 是不是总有张银群人 嘴上一直喊着我来我来我来 但是身体一直在犹豫 然后眼神一直在飘移 他其实不想买单 所以语言符号是好控制的 非语言符号呢 比如他的动作 他的表情都不好控制 他必须拿捏得非常好 才可以在非常努力的买单 但最后买不成单之间 这个边缘在游走 所以这个其实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所以非语言符号特别重要 也特别困难让我们去把握 但互联网当中 就不一样了 因为非语言符号中的 很多很多 我们的表情 我们的姿态 都是被消失了的 因此人与人的传播之间 就变得无比简单 但是也会有无比大的不确定性 比如举个简单的例子 我给我朋友讲一个笑话 我说讲一个 这个我刚听到的笑话 我觉得特别好笑 或者我把一个 我看到的一个搞笑的短视频 发给我朋友 这时候我朋友回了一句 哈哈 就是他在说话 哈哈 那你会怎么来解读朋友的这句哈哈呢 你会说 我逗笑他了 或者说我觉得 他一定也觉得很有意思 你肯定不会这样感觉 你会有无比的不确定性 他是不是在敷衍我 他幸亏没有说呵呵 是吧 他在敷衍我 因为我曾经把这个问题问到过很多我的学生 我的学生的普遍的这个反应是哈哈缺乏诚意 如果真的把他逗笑了 他至少发六个哈 就是哈哈哈哈哈哈 两个哈是非常之敷衍的 因此 关于哈哈这件事情 本身我们就可以去做研究 那哈哈在互联网早期代表什么意思 在现在的互联网世界代表什么意思 那你会发现 哈哈在最早期的互联网当中 还尚能表达好笑的一个反馈 但现在就完全是嘲讽和冷漠了 因此我们怎么处理它呢 我的学生告诉我至少发六个哈 那可能过几年之后六个哈也不够了 至少那个哈要换一下行 换行哈 我们才能表达自己的这个真正的喜悦和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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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件事情 我们打个比方 它有点像语言的通货膨胀 两个哈在十年前还值钱 现在就不太去值钱了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问题 很大原因在于 我们的非语言符号 我们的表情是隐退的 于是对方是有不确定性的 那怎么来解决这样一个问题 除了如果我不想用哈的话 很简单 可以用表情包 可以用表情包 但是表情包的问题在于 如果你仔细看你使用过的表情包 里面有大量的表情包的表情和它的姿态 其实是你现实生活中根本没法模仿的 比如说 你看到一个特别无语的 你朋友跟你讲了一个很无语的事 想跟你一块吐槽的时候 然后你发了一个表情包 是一个小人 然后拿刀子捅了自己肚子一刀 然后喷血 然后你也要表达一个吐血 太恶心的这个世界 你现实中可以模仿吗 当然不能模仿 你可以模仿 模仿一次 你就不用跟朋友交流了 是吧 你会发现这个事 它是夸张的 它也是一个通货膨胀的这样一个事情 我们用这种时候互联网中你不得不用力过猛 才能表达一个原本的一个意思 所以这是我们想说的第一个问题 就是非语言符号的消失可能会让我们更难表达清楚自己的意思 于是我们用了好多的东西 不管是表情符号还是表情包等等等等 表情包应该是一个全世界共同的一个问题 我想告诉大家传播学中有大量关于表情包的研究 比如我们发现日本人用的表情包跟美国人用的表情包 风格是完全不一样的 表情包是一个非常文化的这样的一个事情 OK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批判呢 就是女老师我使用符号了 比如我说一句你好 你好就是一个符号嘛 我跟朋友说你好 朋友也说你好 这是完成的一个传播 但是生活中要表达的事情绝不仅仅是你好那么简单 我们可能会表达很多很多复杂的意思 比如我们求朋友办事 我们跟朋友沟通感情 然后我对一个女孩表白 然后等等等等 这些东西呢 就说一句你好要复杂了 因此就有一个问题就是 你说的复杂了一些的话 或者你说的话 你传达的信息 往往并不能够被对方准确的解读 这个太可怕了 这个太可怕了 我自己有一个特别失败的经验 就是我帮我的两个朋友介绍对象 然后我们三个一块吃饭 还是我请着他们俩吃饭 然后吃了两个小时 聊得特别开心 然后就走了 两个人就 我介绍那两个朋友 再也没有跟我 再也没有跟彼此联系过 然后大概过了一个月 我那个介绍那个女生突然给我发微信 他说董老师 你是不是当时约我们俩吃饭 有别的目的 我说什么目的 他说你是不是要跟我们俩介绍对象 当时我就崩溃了 我说那我干嘛来了 我发现中国人是很含蓄的 就是我们在说很多话的时候 我们不会说介绍个对象 或什么的 我们一定会说 我正好有个朋友过来 你们一块吃个饭 然后大家就不会 就是不一定会get到那个点 我发现这是我说的话 和别人的反馈 可能之间并不能特别好的match到 特别好的结合到 这件事情就比较麻烦了 就比较麻烦了 这当然同时也让我们的传播学研究变得特别有意思 尤其在中国这样一个我们管的叫做 high context culture 高语境文化 中国人说话的特点就是 我想表达A 我不会直接表达A 我会表达B 然后以B为起点 围着A来绕 绕十分钟 最后绕到 他绝不说那个A 就绕那个B 就像地球围着太阳转一样 希望最后那个朋友能get到那个太阳在哪 就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学生让我帮着写推荐信 有些是国外的学生 有些是国内的学生 他们的风格完全不一样 国外的学生是怎么样呢 董老师您好 我在想申请某某大学 可否让您给我写一封推荐信 这是第一行 第二行 我上过您的什么什么课 我觉得收获最大的地方是什么 我觉得为什么您给我写推荐信 做我的推荐人是合适的 等等等等 最后再次恳请您 抽时间帮我去写推荐信 感谢您谁给谁 这是外国人的逻辑 中国人的逻辑不是这样的 中国人是这样的 就是董老师您好 我太喜欢您的课了 然后我当时 哎不错 有人喜欢我的课 然后再往下继续听 就是 在您的课上 我收获到了什么什么 我觉得您是我大学期间 最喜欢的一个老师等等 说了一堆 把我先夸一顿 最后老师您能给我写个推荐信吗 你看这是中国人的逻辑 我没有任何想要 去比较这两种逻辑 数好数坏的意思 因为它就是两种客观的文化 没有一个高低贵贱之分 但是你会发现 中国人说到这种逻辑 它客观上的确也造成了 很高的认知成本 很高的认知成本 人们往往不会直接表达自己的意思 罗永浩曾经讲过一个段子 就是我在读大学的时候 我听过这个段子 我觉得还蛮搞笑的 他就是暑期的时候坐火车回家 然后火车上的认识 碰到了一个同学 同年级不同班 同年级不同班的一个女孩 罗永浩罕大家知道 就是一个现在搞直播带货的 一个以前讲英语的 一个胖乎乎的一个中年男人 然后他当时就碰到他的一个同班同学 然后两个人就特别尴尬 你知道同 不是同班的 同年级不同班的同学 这种关系是最尴尬 你说不认识吗 也认识 你说认识吗 就没怎么说过话 因此这一路上 他们俩都特别的尴尬 就有一搭无一搭的说这话 然后快到站的时候呢 罗永浩突然 就是快到站的时候呢 那个女生就开始 把他自己的行李卸下来 然后往一个包里装 罗永浩发现 看到这件事情的时候 突然发现 这个女孩的这个大包子 大包裹里面 最底下有一些水米桃 然后他在往里塞东西的时候 罗永浩就觉得 你桃子在底下 你塞桃子不就破了吗 然后挤出一堆水来 于是罗永浩说 你这里有桃 然后那个女生 脸一下就红了 说不好意思 这是给我姥姥买的 所以当时我觉得特别搞笑一点 在于 罗永浩他表达的 你这里有桃这句话 想传递的是你小心一点 不要把那个桃给压坏了 那女生的反馈是 你想吃我的桃 所以你会发现 人与人的沟通 其实是没有那么简单的 人们的编码 就是人们对信息的 发送和接收 往往中间会有很多的耗损 或者扭曲 耗损或者扭曲 去 绝对 人们对这种 人们对话 人们对话 什么